大家好,我是莫sir,今天會跟大家講的課題是熱傳遞的方法,下集 在上兩條影片,我介紹了三種熱傳遞的方法,並且從這三種方法的角度示範分析了一些現實的例子 咦?那不是好像已經說完了嗎?還有什麼好說呢? 從實用的層面來看,這一課的確到這裡就可以完結了 但科學家並沒有滿足於發現這三種熱傳遞的方法,他們還想知道這些方法的運作原理 這些運作原理如果要講,真的有時間講,所以我們的課程只會簡單地介紹傳遞的原理,對流和輻射就不包了 如果你將來想成為科學家的話,今天我說的話,你就要小心點聽 首先我來介紹什麼是宏觀視覺和微觀視覺 你可以看一看你自己的手 如果你很近很近地看一隻手指的話,會看到上面有一些指紋 兩條指紋之間的距離大約可以放到15個皮膚細胞 如果你刮一些皮膚細胞出來放在顯微鏡下面看,就會看到裡面有很多東西 我跟這些東西又不是很熟,但我也知道裡面有一顆叫細胞核的東西 而我也知道細胞核裡面是裝著23對染色體的 如果你拿其中一條染色體放大來看的話,就會發現它是由一些一條條的東西出來的 然後你把這些東西拿一條出來又放大來看,就會發現它是由一些更加細的一條條的東西出來的 拿其中一條又再放大來看,就會發現它是由一些再細一點的一條條的東西出來的 那這些超超超級極度幼的東西究竟有多幼呢? 它們的直徑大約是兩個納米左右,而這些一條條的東西的名字就叫做DNA 對,如果你放大一條DNA來看的話,這次你就會發現它不是由一些一條條的東西繞出來 而是由一些一粒粒的東西陷出來的 這些一粒粒的東西就是原子 沒錯,一粒原子的大小是比一個納米還小 在物理學裡面,如果你把一樣東西放大到原子的層級來看的話 這個看東西的角度就叫做微觀視覺 而相比之下,我們平時看東西的角度就叫做宏觀視覺 在這裡我想特別提一提的就是 我們過往用宏觀視覺來看東西的時候 有一些我們很常用的概念在微觀視覺裡面是不存在的 舉個例來說,在宏觀視覺裡面我們有一個概念叫做手指 但是在微觀視覺裡面沒有東西叫做手指 只有組成手指的粒子 又例如我們在宏觀視覺裡面有一個概念叫做聲能 即是聲音的能量 但是在微觀視覺裡面沒有東西叫做聲能 我們會把它分拆成動能和電勢能 又例如我們在宏觀視覺裡面有一個概念叫做溫度 但是我們在微觀視覺裡面是不會說溫度的 只是會說粒子的平均動能 所以小心點,在這兩個角度看東西的時候 有時我們用的術語都是不一樣的 那麼我們用微觀視覺來看東西有什麼好處呢? 在最近幾百年的科學研究裡面 我們發現原來有很多自然現象 如果我們想找出它發生的原因的話 答案都可以在微觀世界裡面找到的 例如為什麼爸爸和兒子會長得像樣的呢? 科學家就在DNA裡面找到答案了 又例如為什麼鐵會生瘦呢? 科學家就在原子的排列裡面找到答案的 接著就去到我們今天要講的問題 傳導的運作原理究竟是怎樣的呢? 科學家就在粒子的碰撞裡面找到答案 我們來回顧一下,傳導是什麼來的? 要麼就是兩個不同溫度的物體互相接觸 要麼就是一個物體的內部溫度分佈不均勻 在這兩個情況,能量都會從熱的部分流動去冷的部分 這個就是傳導了 現在我們就假設是一塊熱的岩石和一塊冷的岩石互相接觸 如果放大到原子的層級來看 熱的岩石和冷的岩石究竟有什麼分別呢? 原來雖然岩石裡面的原子不會周圍飛 但是它們都會不停地震動 一般來說,無論是固體、液體還是氣體 裡面的原子都會有它的方法不停地動來動去 溫度高的物體和溫度低的物體 它們的分別就是在於 溫度高的物體裡面的原子動得比較快 如果我用比較專業的術語來描述 就是溫度越高的物體,粒子的平均動能越高 我在單元二會正式定義什麼叫動能? 現在你只需要知道動得越快、動能越高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物體的溫度越高 它的粒子就動得越快 那又如何呢? 原來岩石裡面的原子 不是你有你震、我有我震 互相之間不關事 它們之間是有一些叫做靜電力的東西 這個靜電力是什麼來的呢? 我去到單元四才告訴你 現在你可以暫時當著是原子之間 有些類似彈弓的東西將它們搏在一起 每個原子動的時候 它都會推到或者扯到它旁邊的其他原子 當一個原子動到其他原子的時候 我們就說這裡發生了粒子碰撞 雖然今天我們知道它們其實不是真的會撞 但是如果我說它們 受到彼此施加的靜電力影響而改變移動速度 這樣實在太長氣了 所以簡單起見 我們也是叫它做碰撞 那你想像一下 在熱和冷的交界面 粒子互相碰撞的話會發生什麼事呢? 熱那邊的粒子就動得比較厲害 而冷那邊的粒子就動得不太厲害 當它們碰撞的時候 熱那邊撞完別人之後就會動得不太厲害 而冷那邊被人撞完之後就會動得更厲害 熱那邊的動能變少了 冷那邊的動能就變多了 那是怎樣呢? 即是能量從熱那邊傳遞到冷那邊 這就是傳導的運作原理 如果我用文字將剛剛說的東西總結的話就是這樣 傳導在高溫和低溫的物體互相接觸的時候發生 高溫的物體有比較高的粒子平均動能 而粒子互相碰撞的時候 能量就會從動能高的粒子傳遞到動能低的粒子 所以能量就會從高溫的物體傳遞到低溫的物體 如果一個物體的內部溫度分佈不均勻的話 原理也是一樣的 明白了傳導的原理之後 我們就可以再問下一個問題 我之前說過世界上有些物料傳熱傳得比較快 有些物料傳熱傳得比較慢 為什麼不同的物料會有不同的傳熱速度呢 我們同樣都可以在微觀視角裡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 例如多數的金屬傳熱速度都很快 如果我們看看金屬的化學結構 就可以找到為什麼了 物質的化學結構有很多種 如果你有讀化學的話 你應該是學過以下這四種的 它們就是巨型離子結構 巨型共架結構 簡單分子結構 和金屬結構 金屬結構有一樣東西 是其他那三種結構都沒有的 這一樣東西就叫做自由電子 顧名思義 自由電子是可以在原子之間自由地飛來飛去的 如果沒有自由電子的話 每顆原子都只可以撞動它旁邊的原子 能量傳開的速度因為這樣就相對比較慢一些 但是如果有自由電子幫忙的話 原子就可以撞動這些自由電子 然後這些自由電子就飛到很遠的地方去撞動那裡的原子 這樣能量傳開的速度就會快很多 這就是金屬傳熱比多數其他物料快的原因 其實每一種物料傳熱傳得有多快呢 理論上都可以從它的化學結構推斷出來 但是化學結構的種類實在太多了 而且如果你考慮了表面科學和晶體缺陷這些問題 整件事就會變得更加複雜 那我和化學東西就不是真的好熟 所以我都說到這裡就算了 好了去到這裡第二課熱傳遞的方法都到達尾聲了 在第三課我們會討論物質的三種形態 即固體、液體和氣體 還有它們之間的互相轉換 那就到時見了 拜拜 拜拜 阿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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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叻 我想問 你今天不只是講解了傳道? 是的 阿叻 我想問 那對流和輻射又怎樣? 謝 阿莫 其實我本身就想是比開不講的 但是既然你問我就試試盡量簡單地說一下吧 如果你記得的話,我講解對流時就沒有解釋為何流體變熱時會膨脹和上升 膨脹也算是比較容易解釋,因為流體變熱時平均粒子動能就會增加 它們撞來撞去就會比較強,所以粒子之間的平均距離都會增加,這就是膨脹的原因 但是膨脹之後為何會上升呢?就比較複雜一點 首先你要知道什麼是壓強,壓強這個概念我會在這個單元的最後一課講多一點 簡單來說,我們身邊的空氣就有氣壓,而水裡也有水壓 一般情況之下,位置越高,壓強就會越低 例如在高山上的氣壓是很低的,海邊的氣壓就一般,而海底的水壓就超級大 就算你現在就這樣隨手揮一塊空氣,這塊空氣上面和下面的氣壓都有少許分別 在未膨脹之前,下面的壓力就大約等於上面的壓力再加上這塊空氣的重量 所以淨力就等於0,這塊空氣就會處於平衡狀態 但是膨脹之後,下面的壓力就會增加,上面的壓力就會減少,而它的重量就不變 所以這塊空氣的淨力就只向上,令到它上升 這就是我之前講解對流的原理那時候缺少了那一部分 至於輻射的原理呢,我去到單元3b的時候就會教你什麼叫電磁波 然後去到單元4的時候就會教你什麼叫電荷 其實原子就是由一個大正電荷的核心和一些大負電荷的電子組成的 當它們不停地震動的時候,這個震動就會產生一些叫電磁波的東西 這個電磁波我們叫做黑體輻射,但黑體輻射我又要去到單元1才再詳細說 其實黑體輻射就包含很多東西,除了紅外輻射之外 亦都包括可見光和紫外輻射等等 但是對於我們日常生活裡面的物件來說,可見光和紫外輻射的部分實在太弱了 所以我們一般只會考慮紅外輻射的那一部分 這就是我只教了紅外輻射就沒有教其他輻射的原因 而當物體吸收了輻射的時候,它就會吸收電磁波裡面的能量 大致上這個就是輻射的原理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就早點回家休息一下,拜拜!